继续关心的是中华小将杨维全亚洲最新消息 六度拿下亚洲杯少棒在冠军的中华少棒队 在昨天反抵国门了 受到亲友们的热烈欢迎 这次中华少棒队非常厉害 击败了日本韩国等等的强队 以五战全胜的战绩 抱回了冠军奖杯 而投手刘泰军还获得了MVP 一路过关斩将 立刻了新加坡韩国菲律宾 印尼取得了四连赛的中华少棒代表队 自由一战以7比3 击败了速敌日本队 以五战全胜的战绩 抱回了两年一次的亚洲杯 少棒锦标赛的冠军奖杯 中华少棒这次无论在打击手背 以及那个跑壘的观念方面 都有相当大的进步 曾经多次拿下了全国冠军的龟山国小 是这一次中华少棒队的主力 15名的小选手当中 有6名是桃园县的小朋友 其中就读华勋国小的左头手刘泰军 控球稳健 先击败了韩国队 再立刻日本队 拿到了这届赛事的MVP 拿MVP就很高兴 还有这个亚洲杯的冠军 我想这个非常 这非常荣耀的事情 真的是台湾之光 桃园之光 晚上中华小将繁体国门 受到亲友们热烈的欢迎 这一定是中华代表队 在BFA亚洲杯少棒赛当中 第六度拿下了冠军杯 坚强的实力 让各国都竖起了大拇指赞扬 记者陈坠树 桃园机场报道